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 九鬼九直播周末为您带来的 精彩赛事直播 这是2021年全国羽毛球 冠军赛 即14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的 资格赛 马上在1号场地将要进行的 这也是男子团体的一场 半决赛由浙江队 对阵江苏队 双方第一单的比赛 已经开始了 代表江苏出战一单的 这也是石宇齐 与他隔往相对的 代表浙江出战南单的是黄宇祥 在2号场地上的另外一场的 男团的半决赛是由福建队 对阵湖南队 我们看到石宇齐开场以后 整个的速度节奏 还是要比黄宇祥要快一些 下压居多 尽量的能够率先的发动进攻 进往短球 勾对脚 这球没有过来 1比3 2比3 这次全国羽毛球冠军赛 它也是第14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的资格赛 它一共有来自全国21只代表队的450多名运动员 参加了今年的这个羽毛球冠军赛 有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全国冠军 国家一队 国家二队 基本上是 涵盖了现在 国内最优秀的羽毛球运动员 这个比赛呢 是从4月17号开始 到5月2号结束 是在河南的省会郑州来开打 这球揭发球揭得很漂亮 揭发球黄宇祥呢 对上了对方的这个发球节奏 这个正手的这个揭发球的快搓 搓得很到位 下中路 批 回放 好球啊 这一排球我们看到 施宇祺还是在往前 抓到了对方的这个回挫 所以呢 正手呢 快速的一个勾对角 六 第三 好球啊 下压 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很可惜 这一车没有能够过来 4比6 4比6 5比6 这球投顶突击对角 这球觉得有点勉强 对方的这个挑球的质量 还是挺高的 滑板的一个点对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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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线出界了 这球我们看到黄宇祥 反拍过度的时候有点犹豫 他可能以为这个球呢 有出底线的嫌疑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下手 选择把这个球救回来 还是选择抓推突击 但是这一拍突击直线 球还是差得有点多 事与其开场 其实我觉得速度节奏 还是要比黄宇祥要快一些 但是失误也偏多了一点 又是一个失误 对于事与其来说 还是要打得更加耐心一些 现在黄宇祥把比分反超了 8比7 嗯 这个球 黄宇祥是控制施宇祺的两底线 在头顶区 视于其这一拍突击直线 还是相当的尖 非常犀利的一拍 进攻 这球还是连贯的很漂亮 这下连贯非常的精彩 到位很早 然后放这个往前球的质量很高 然后直接再往前 就等着抓对方 刷直线 推对方后底线 变速 变节奏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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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场的平抽打 这球我们看黄宇祥 突然间的一个简历的挡网 那只中一下 不分了 203 这球 2 1 2 3 2 9 1 2 1 1 2 3 2 1 软压了一排 这球黄玉祥也是有点犹豫 所以给的球不够到对方的后底线 被施玉琳抓住了机会在投顶区突击对角 揭发球出现失误 这是在第一局的前半段 黄玉祥为数不多的自身的主动失误 第一局的间歇 在一号场进行的是南团的半决赛 浙江对阵江苏 就是您看到的这场球 在二号场地进行的是另外一场男团半决赛 福建对阵湖南 三号场地和四号场地进行的是 两场女团的半决赛 分别是湖北对阵浙江 还有福建对阵湖南 那明天将要进行的就是男团和女团的决赛 对阵湖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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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阵湖南 越岐这个接沙挡对角很漂亮 这球擦着网带过来 所以像这种后场越岐的这种沙球 其实还是要注意脚下的连贯 如果你全力沙的话 有时候你落地以后 你再想往前蹬 这个时候就会引起一些 就是会引起一些你发力过猛以后 你落地以后 你脚下其实有点连贯不上 十分钟 继续加油 保护球 十 这一球其实 十与其行 还是有点可惜的 前面接杀其实接得不错 但最后这个反拍的一个过渡球 自己的要求有点高 接杀接得不错 好球 漂亮 这球黄宇祥的一个勾兑脚 这球非常犀利 我们看 其实点有点低了 但是我们看黄宇祥 这个勾兑脚确实是质量很高 擦着那个网带 落到了石宇奇的场地上 杀中路 从两个人 就是这种突击 进攻的威力上来讲 还是石宇奇要比黄宇祥要好 反应很快 这个拍子也是举得非常的 即时 刹直线放网 反拍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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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球 十二 比四五 十二 十二 比四八 窗 准备 十三比十五 十五 十三 殺中路 雙方鬥往前 這球好球 王宇祥是放了一個鼓網球 十四 十五 加油 毕业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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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与其要求换一颗球 沙上网 在网口呢 抢到了这个糕点 所以在这种关键分当中 还是要有你的这个一拍 能够突击对方的这种能力 好球啊 漂亮 好球 这球黄宇祥也是抓得很精彩 对球推得不好 这球施与其推的弧度不够 然后对方侧过身来 一不蹬跳 刚好抓到你这个球 就是借力的一拍 也是打得很快 十六 十六平 戒内好球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黄宇祥呢 通过往前的控网 十六 这个还是拿到了一些机会 甚至有些分数呢 就直接得分 这段时间我觉得施与其呢 再往前 这个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不够 手持有两个 十二只ểu 好球 十七 十七 大脱 月起的刹球 点中 中国 反正 一个 好 对角 推对方的头顶区 软压 这一分我们看到 是打得足够耐心的 看准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两位球员呢 从整个的进攻上来看 就是突击这一拍 使与其的能力呢 还是要强过黄雨下 后场的这种进攻的威力上来讲 那另外呢就是从这种 因为有了后场的这种 突击和进攻的能力 这我们看到使与其呢 就是他在变速方面 他有他的优势 这球没办法 这球也是通过往前的控网 所以导致黄雨翔这个挑球呢 是一个半场球 十九比十七 使与其连得两分 十九比十七 这球还是被施与其抓到了 就发完球以后 你的接发球推的这一拍 在施与其的预料当中 就施与其发球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在准备你这一拍 判断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偏差 现在是十八比二十 黄雨翔发球 有一个假动作 动作的一致性非常好 这球使与其最后是一个收调 拿下了第一局的局点 二十一比十八 使与其呢是胜了第一局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第一局当中呢 施与其的进攻还是比较多的 在场上他的这种下压 他的突击 应该说还是为自己呢 赢得了这种优势 而相反我们看到黄雨翔 其实在第一局当中 他的整个的就是进攻 显得还是比较的就是单薄 没有什么后场的这种强力的突击 给施与其造成很大的威胁 有的也只是一些软压 更多的还是通过自己的这种 控球包括这种节奏变化等等 来跟施与其呢相周旋 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第一局 整个的这种节奏啊 还是在施与其的掌控当中 就是想快了我可以快 想慢了我也可以慢 一看对方比分追进了 我就把速度加起来 利用自己的后场的进攻 这种突击的威胁 能够再次的赢得比分上的优势 第二局 第三开始 几 比! 戒内 这还是被施雨琪 在速度和节奏上压制到 推了一个后底线的回头球 加油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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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比零 加油 老板 加油 老板 加油 加油 三个球 一比二 这是施雨琪呢 在自己的进攻当中 投顶突击对角 出现失误 出现失误 对角 达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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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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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加油 方大雄 四一二 方大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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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反拍 出其不意地在 回了一个半场的斜线 我们再看这个反拍 对角 这球黄运翔有点可惜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这个往前反拍的扑球 扑到了边线外 7比2 这是点杀的一派 这球的线路有点短 黄运翔的站位是防着对方的重扣 第一局赢了以后 我们看到失忆群在第二局 抓这个开局抓得还是很漂亮 三比八 三比八 这段时间呢 在屏幕上方的黄运翔 我们看到这个失误也是有点多 好球 这是一个界内球 投顶区 黄运翔突击直线 这是一个长沙 这是一个机会 很可惜 是与其5比9 其实抓到了对方的这个反拍的过渡球 自己的进攻要求的落点过尖 再看一下啊 很难讲这一球 落点非常接近 四线是盼了界外 第二局的间歇 黄玉祥在第二局 我们可以看到增加了一些后场的进攻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 可能受到了场地的这种风向的影响 可能在屏幕上方的场地上 可能有点顺风 所以我觉得黄玉祥的进攻 并没有受到一些太好的效果 相反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换到了屏幕下方的场地上 我觉得石玉祥打得要更加放松一些 放开球 这是脚底下还是没有到位 这石玉祥就光靠手上了 其实这个球脚底下需要它做出 更加积极的更加灵活的调整 这脚底下没动 放开球 这是石玉祥的反击 所以比较两个人后场的突击能力 还是石玉祥要更胜一轴 这球是一个界内的好球 头顶突击对角 是石玉祥的反击 这球没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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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是石玉祥上了 还是 就这一拍的出球 我觉得黄雨祥应该是 以为对方要放一个短的 但是没想到石玉祥把这个球 挑到了他的后顶线 帮发球 放发球 8-14 下壓 這球是與其回的不好 因為對方已經站到了前半場 就中前半場這個位置 這球你還往這兒給 這等於是送到對方手裡 這段時間我們可以看到 黃宇祥其實是加強了 自己的後場的這種下壓和進攻 這個比他在第一局當中 這個後場的突擊比例 增加了還是不小的 10比14 11比14 11比14 10比14 11比14 15 10比14 11比14 13比14 12排 这球我们看到施玉琪的连贯 就始终保持对对方的压力 这球黄宇祥有一点 就是分腿垫步的时候 感觉他这个左脚没有蹬住 可能地上也有一些汗水 现在需要可能工作人员 清理一下这个场地 15比11 继续比赛 不半球 这球我觉得施玉琪处理的不好 其实前面他是主动球 但是最后这个反拍的勾对角 这一拍其实处理的并不好 这球其实反拍 直接推到对方头顶的后底线 效果会更好一些 就刚才在往前勾的那一拍对角 让这个黄宇祥其实是缓过来了 至于其那一拍算是一个缓手 杀上网的这个连贯啊 就是施玉琪这一拍没有扑下去 就这一下 就你没有扑下去这个球 给到了这个黄宇祥的手里 对于黄宇祥来说呢 这段时间还是要咬紧牙关 要把这个比分的咬住 对于施玉琪来讲呢 还是要打得更耐心一些 虽然比分领先一局在握 但是还是不能松 军王短球 杀一拍中路 这一球出其不易 这关键时刻我们说运动员呢 这一拍的突击能力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关键分 关键时刻 我觉得就是运动员都会紧张 但是呢你有了这一板的突击 你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杀上网再哭 十八 十三 借外 八九 十四 五十八 这球 反拍的过渡球也是被石宇齐抓到 这是一个篮调 好球啊 放发球 15 第19 这快劈了一个对角 放发球 长点20比15 这样石宇齐20比15 拿到这场比赛的长点 比赛结束 接杀也是勾了一个对角 这样石宇齐是2比0 战胜了黄宇祥 为江苏队拿到了这场 男子团体赛的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 不信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会